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系客曝光肖战作品属王炸 透露将合作金牌导演 惊喜不断 近日系客栏目组发文谈到了肖战 提到肖战主演的三部新作品的时候 直言肖战的作品均属于王炸 也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作品 不管是演员阵容还是制作班底 都无可挑剔 实力出众 极其豪华 值得一提的是系客官方还透露肖战将 要合作金牌导演和制片人 惊喜不断 拭目以待吧 据悉系客官方发文称赞肖战的作品 都属于王炸 特别是藏海传 射雕英雄传 肖战和德贤紧致三部新作品 定当后不会让观众朋友们失望 肖战这么多年过去了 接连不断为观众们塑造经典 因此肖战的新作品值得信赖 另外系客官方还透露 接下来的肖战将要合作更多的金牌导演和制片人 换句话来说继续强强联合 这一点也是肖战的想法 这就意味着接下来的肖战 惊喜不断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达了期待 目前来说就是希望可以早日和肖战的作品见面 特别是射雕英雄传和藏海传 大概率明年就要见面了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绝对是一位全能型艺人 不管是拍戏还是做人 肖战都没得说 值得学习和支持 总之祝福肖战 希望肖战顺顺利利 越来越好 也相信肖战接下来的演艺道路都会是坦途 能够寒稳致远 作为小飞侠 大家继续支持肖战就可以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从来都没有让观众们失望 惊喜不断 祝福肖战一切顺利 虞正直播爆料让肖战躺枪 肖战五部精品正面回击 实力独一荡 近日 相信有很多人都看到了 作为编剧的虞正老师 在直播过程中的爆料让肖战无辜躺枪 大致的内容是虞正透露明年定档的大男主戏都要失利 呼声非常高的就有肖战藏海传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肖战直接用五部精品正面回击 从王牌部队到焦阳伴我 肖战连续为观众们带来了五部精品 都是精品 实力和演技独一荡 据悉 于正老师的直播爆料让肖战无辜躺枪 于正在直播时候透露2025年的大男主戏都要失利 网上就给出了一份所谓的权威名单 肖战 肖战 龚俊 王鹤帝 杨阳等演员的名字都位列其中 肖战自然就是藏海传了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已经用了五部精品来正面回击 从王牌部队到焦阳伴我 肖战在几年的时间里连续为观众们带来了五部好作品 不同类型都可以驾驭都破圈跨界闯世界足以说明肖战实力独一荡 值得信赖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示会继续支持肖战 目前肖战的作品还没有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于正老师也没有直接点名肖战的作品藏海传 因此还需要理性发言 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也是一位敬业负责的正能量偶像 反正就是一句话肖战可以支持 总之祝福肖战 这么多年过去了 肖战越来越成熟 也越来越优秀 这是肖战不懈努力的结果 希望肖战顺顺利利 也期待肖战的作品可以早点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实力独一荡 值得信赖 肖战耗1117天突破4000万点赞 媒体直言是肖战机操 巨星太牛 近日 网上有媒体报道肖战的生日博文 耗1117天突破了4000万点赞 这是什么概念 这还只是一家平台的数据统计 实在是太强势了 值得一提的是 不少媒体也都针对这件事情进行了报道 直言这就是肖战的机操 巨星肖战实在是太牛了 没有人可以阻挡肖战前进的脚步 据悉 青年演员肖战耗1117天霸气突破了4000万点赞量 这就是肖战生日的强大影响力 其实也不仅仅是生日影响力大 肖战本人就是一位魅力巨大的正能量偶像 也是全能行艺人 另外媒体在报道的时候直言 这就是肖战的机操 巨星太牛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是轰轰烈烈不可阻挡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为肖战点赞 这就是肖战强大的影响力和人格魅力 不管过去多少年 也不管娱乐圈里涌现了多少心近顶流 肖战的地位亘古不变 也无法阻挡大家对肖战的奔赴 如今的肖战 主演的新电影《德显紧致》也圆满杀青 演艺事业红红火火 从来都没有受到影响 总之恭喜肖战 更要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肖战的大力支持 希望肖战可以坚守初心 勇意前行 在接下来的演艺道路上 继续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的精彩表现 作为小飞侠 大家都非常期待早日和肖战的作品见面 特别是新电影《射雕英雄传》 期待早日上映 不见不散 巨星太牛 祝福肖战越来越好 肖战的巅峰之路 内与顶流的实力与选择 肖战 这位在娱乐圈中崛起的顶级流量明星 从2019年凭借一部影视作品《大放异彩》以来 一直让内鱼无比忌惮 他的影响力不仅在于其超高的人气和深厚的粉丝基础 还在于他在影视 商业和公众形象上无懈可击的全能表现 从出道到如今 肖战仿佛已经成为娱乐圈内所有顶级资源的首选 这种现象不仅让人感叹他的实力 更让整个娱乐圈不得不默认他在资源选择上的优先地位 肖战的崛起与内鱼的忌惮 回望2019年 肖战的第一部代表作《陈情令》横空出世 迅速引发巨大反响 这部作品不仅让他成为当年最受瞩目的新生代演员之一 也奠定了他在娱乐圈的顶流地位 从那时起 肖战的每一个项目都备受关注 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商业代言 他总能轻松带动流量 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内鱼对肖战的忌惮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自《陈情令》后 他接连出演了多部影视剧 包括《狼殿下》《斗罗大陆》等 每一部作品上映时都能掀起巨大热潮 特别是电影方面 肖战的表现也备受期待 无论是粉丝还是业内人士都意识到 肖战的商业价值和带货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因此 在内鱼圈内 资源的争夺战中 肖战往往是相拨拨 甚至许多业内大佬都默认他为首选 这种现象的背后 除了肖战超高的商业价值外 也有着他个人魅力和敬业态度的加持 内鱼无论是影视公司 品牌方 甚至制作方都明白 肖战不仅有流量 他更有影响力和品质保证 与他合作 几乎等同于成功的一半 这就是为什么内鱼对他如此忌惮的原因 资源于选择 肖战的高位自持 尽管内鱼默认肖战为众多优质资源的首选 但肖战本人却并不贪图这些好评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选择资源的标准从来不是多 而是精 他注重每一份合作的质量 而不是数量 这一点从他近几年的作品可以看出 肖战并没有急于拍摄大量影视作品 而是选择了更适合自己 更具挑战性的角色和题材 这种选择标准不仅展示了他的高位自持 也证明了他对演艺事业的敬畏和专注 肖战的粉丝常常感叹 我黄不缺资源 这并非夸张之词 在如今的娱乐圈 肖战凭借他顶尖的个人实力和超强的粉丝号召力 几乎没有任何资源短缺的担忧 他所拥有的资源远远超出了普通艺人能够企及的高度 几乎每一个品牌和导演都希望与他合作 然而肖战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浮躁 反而在资源的选择上显得更加谨慎 这种不争不抢 平稳自信的态度 让他在内鱼圈中显得格外特立独行 他知道自己有能力选择最好的资源 也知道如何在众多机会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这种高位自持的能力和眼光 正是肖战能够持续保持巅峰的关键 肖战的独特魅力与内鱼的格局变化 肖战的崛起不仅影响了他的个人职业生涯 也在无形中改变了内鱼的格局 随着肖战的持续走红 越来越多的品牌和制作公司意识到 他的个人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流量明星范畴 成为了一种现象级的存在 在他的带动下 越来越多的年轻艺人和品牌开始追随他的步伐 试图复制他的成功模式 然而肖战的成功并不是仅仅依靠流量堆积起来的 他的敬业态度 过硬的演技 以及对待每一个项目的认真负责 让他在业界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无论是拍摄电视剧还是电影 肖战都展现出了极高的职业素养 这一点让许多业内人心悦诚服 与他合作 意味着能够获得既有品质又有流量的双重保障 这也是内于对他如此重视和忌惮的原因之一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